歡迎各位網友收看廣傳貿論 我是何劉茂 和大家討論一下香港和國際相關話題 今天和大家聚焦在 究竟還有沒有議會抗爭這回事呢? 所謂議會陣線 是否還要在今年7月1日 國安法頒布之後 香港的普通法已經被國安法凌駕 在這樣的處境下 香港還有沒有議會陣線存在的現實 或者是否真實還有議會陣線呢? 在討論之前 希望大家都是subscribe、like、share和comment 希望大家多點給意見 就這些話題提供你的高見 亦都就廣傳貿論 或者廣傳媒的頻道可以討論的話題 給多點意見 給多點提議給我們 在講香港立法會問題 最近就是因為林鄭月娥借疫情 借疫情就逃避 9月6日的立法會選舉 原定9月6日已經過了 沒有了 即是大家今年 以至到未來一年 或者至少起碼一年 都不會有選舉 沒有選舉之後 我們有一個所謂人大常委會 攀佈 所謂臨時立法會 即是臨立會2.0 民主派的議員就說要守住議會陣線 在7月1日國安法攀佈之後 大家看到大大步 香港的社會情勢已經急轉直下 看到快別 譚德志被控告 這個所謂在街頭的一些健康站 他的街站發表一些言論 都變成一些煽動他人 爭戶政府 爭戶當局 爭戶政權 都可以以言入罪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在議會中的那些專貴的立法會議員 還會不會再享有九七之前 所謂議會中的民意代表的 嚴責他們的豁免權 甚至出現了保安或立法會議事規則 已經經過二十多年來的不斷改變之後 已經是全面傾向建制派 傾向親政府的立場 甚至說一句 逐點 中共已經控制了香港的議會規矩 香港議會的運作模式 大家看到 內會可以一夜之間 由李慧琼重出做主席 這也是中共幕後操盤 現在國際對中共 所謂天下圍共 共產黨已經是 如環球時報的總編集胡錫進所說 現在全世界都針對中共 為什麼中共突然變成了 好像全人類公敵 或者是他所形容的 美國國務卿龐佩奧 人類公敵 現在他罵人的說話 變成共產黨變成人類公敵 人類公敵是因為武漢肺炎 散播全球 中共最初最初隱瞞疫情 方編這些數據 即是說謊 甚至沒有說真實的數據出來 令到全世界很擔心中共這個國家 中共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 由武漢病毒到政治病毒 例如輸出共產革命 例如要影響全世界的國家 要向中共這種一黨專制的體制靠攏 或者是起碼都不要激怒他 不要說他 在現在這樣的情勢下 中共被人指責 被國際指責在新疆 在西藏 在香港 甚至對台灣 最新對內蒙古 或者南蒙 所進行的文化滅絕 種族滅絕 以至到 民工武客 在香港就用國安法 用一國一制的國安法來 取代香港的普通法 即是說用法律的手段 這個法律是肯定黑商作業 國安法是沒有經過香港的 民意機關 立法機關去討論 以至通過直接由人大常委會攀佈 而且是暗地裏操作的 香港人在7月1日 即是6月30日11點之前 是完全不知道傳聞的 傳聞 這個關乎香港的命運 關乎一國兩制的存亡 香港人是沒有事 所以171之後 香港的議會基本上可以說 議會陣線 議會鬥爭 議會抗爭 是No more的了 是不存在的了 你再進入臨立會 好像林卓廷最近 和袁弓儀先生的一個辯論 就說 需要有一個議會的陣線要守住 要防止惡法 要防止建制派一面倒 通過了 坦白說 如果泛民議員 進入臨立會2.0 保證得到 阻止 能夠有效阻止 這些惡法 這些殘酷的 就是鎮壓人民的法令 可以阻止他們通過嗎 本來 立法機關是要通過的法例 是要保障人民 現在通過的法例 基本上是用來鉗制人民 控制人民 用來鎮壓人民 在這個情況下 中共已經全面操盤 議事規則已經改了 完全是有利於建制派通過的時候 如果你再進去 只會做幫兇 會做他的附庸 會做他的共犯 一起通過 將來 在2020-2021年立法會 如果民主派加起來進去之後 所通過的法例 建制派 北京就可以震震有遲港 香港民主派都同意通過的 不能夠說這是鎮壓的法例 這些是不合法的法例 在這個情況下 民主派就造成了 所謂背書 政治背書 這個政治背書其實是削弱 甚至是 閹割了香港民主派陣營 或者泛民的 一個在社會存在的 一個公義方面的 就是他的立足點 就是說他們變成了不公義 甚至是不合法 因為這個臨立會本身 就不是合乎香港的民意 是沒有選舉 沒有一票 是零票選舉的 就是 認受性 是沒有民意的授權的 所以 再繼續糾纏下去 議會鬥爭 議會抗爭 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 可以說是不成立 加上中共這個國家恐怖主義 就是過去在新疆 在西藏 以至到對付人民 對付709律師的大捷事件 那種這樣的國家恐怖主義 就是State Terrorism 已經令到香港 已經難以避免 遮擾中共這種流氓雜氣 所以香港現在已經變成 一個警察橫行的社會 或者一個警察社會 一個 英文所說的Police State 這個情況 警察橫行的社會 其實從去年反送中開始到今天 於今猶烈 你看看過去那兩個月 兩三個月 不斷去逮捕一些民主陣營的人士 甚至逮捕一些報業集團的老闆 這些做法 甚至對於民意代表 將他們的身份 肆意去踐踏 都是完全是不承認 不認受他們是 民主選舉出來的代表 對於他們的逮捕 加控的罪名 例如林卓廷自己也是 這方面的受害人 為何還要相信議會抗爭是有效呢 這個所謂守住議會抗爭 是一種掩眼法來的 實際是守不住的 因為有國安法下面 所有議會裡面的人 是不能夠免於國安法的逮捕 所以你不在議會裡面大捕你 行出來議會都可以用 這類那類 這種那種的罪名 安在你身上 令到你起碼都 discredit你的身份 你的尊貴的語言 是再不尊貴的了 即是在他們的操控之後 你不能夠再 按正常社會去發揮 一個民意代表的功效 的功能 所以 香港現在已經不是一個 合理正常的社會 因為沒有了一個合理正常的 正當的政府 這個政府已經變成了 好像 就是 三四十年代 在上海的偽滿政權 或者是在東北的 即是東北的偽滿政權 上海就當然是這個汪精銳的偽汪政權 即是在日本下面的一個傀儡政權 香港變成中共的傀儡政權 我們可以說是令到香港淪陷了 因為它已經沒有了香港民意 絲毫的認授性 特首不是民意選舉選出來的 再加上 2020年10月中開始之後的 臨立會2.0 是沒有任何一票 民選的成份 因為 你的民意認授是你去到 四年去到2020年9月底 就是這個授權已經完了 接著那些就是委任 委任的意思就是 跟人大和政協沒有分別 如果 辦民都認自己 進入委任的行列 即是說你是 覺得自己以前的選舉是不重要的 委任才是重要的 這個認賊作父的方式 是不能夠接受的 作為民意代表 一定要堅持民意第一 沒有了民意 你是零 你是什麼都不是來的 因為你是議員 專計的議員 是有民意後面的 人民手上的一票 令到你可以有這個議員的稱號 有議員的職能 沒有了 Nothing 所以是No more 議會抗爭的了 你進去只不過是 是在附和著人大常委會 令到 即是借疫避情 逃避過避 的林鄭政府的面子好過 而如果你 全體 拒絕現任 那就令到他面子十分難看 讓他們的七十席裏面 只有四十多席 是不完整的議會 所通過的法案 將會是不完整 整個是broken的議會裏面 再不能夠有自己的合法性 有所謂的全面性 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 拒絕現任 都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 要記住 毛澤東教律的 戰略性退卻 其實是為將來更大的勝利鋪路的 若然現在你參與了敵人的陣營 是做了他們的幫閒 甚至 一個不小心的 就是被共犯了 你在議會裏面 水勢都不清 將來如果有真正的民意選舉時 你將會被選民的 手上的選票是一一唾棄 所謂 你是 得了 芝麻 丟了西瓜 可以說你加入臨陸會2.0 你是 得到一粒糖 將來有民選時 你會不見了一間廠 所以 我覺得現在是進入了民間社會 要團結 所有 對這個不公義制度 不公義政權 或者我們叫做 犯下 過去七十多年來 犯下反人類罪的跨國犯罪集團 要進行一些全面的民間 再結合國際社會的鬥爭 這個情況之下 才是作為有民意授權的議會代表 不在議會裏面 現在這個議會是非法的議會 你在議會裏面 你的抗爭將會更加有效 將會更能夠 拿到民眾的一個認受 更能夠發揮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試想像一下 你有 十幾二十個議員 完全是不加入這個 臨立會2.0 變成一個國際大新聞 你們在民間的議會的陣線 相會更加有力 更加能夠說清楚 你們的 對民眾 背後的民眾 是叫你們做的東西 更加口響 更加能夠做到你們 監察這個不義政權 或者快捏政權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 中國現在 已經變成了一個 人民大學教授 人大救授 周孝正 好幾年前已經說過了 這個中共下面這個國家 是叫做四方八無 荒是荒廢的荒 荒唐 荒誕 荒謬 荒謬 八無 是無知 無能 無情 無義 無道 無德 無恥 無慈 無賴 這個是 中共下面的教授 對中國社會的一個好到肉的分析 看看 葉劉淑儀的師傅 美國的一位教授 這個叫做 戴雅門 這個 Larry Diamond 是Stanford的 Stanford的教授 民主政治學者 Larry Diamond 戴雅門 他說中共 正接近一個對於其他一黨專政政權來說 往往是致命的時間點 到了一個turning point 一個fatal的turning point 其實以蘇共作為一個前居 大雅門就覺得 中共在今天這個形勢下 雖然沒有一個鐵律 規定一黨專政的政權 必然會在七十年或者八十年之內 跨台 或者之後跨台 但戴雅門 也不相信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統治 從遠來說 是有可持續性的 Larry Diamond 也說 當人們有更多的收入 和更高的教育水平 價值觀就會發生改變 最終他們想用更多的自主權 更多的尊嚴 對信息高度的管理 和針對更多的自由 來拿更多的自我控制 因為中共現在的社會 已經是對信息 進行一個奧威爾式的打壓和監控 即是所謂的防火牆 所以Larry Diamond 中共體制內的矛盾是相當多 基本矛盾是相當之多的 加上人口紅利已經吃盡了 中共人口老齡化 社會內優相當之嚴重 所謂的老齡化 也是挑戰中國夢各方面的 Larry Diamond 說 中國共產黨正面臨 就是體制內上上下下的腐敗 而他亦都因為沒有法治 記住 法治是rule of law 中國所強調的 只不過是法制 制度的制 是rule by law 因為他沒有 除了 Larry Diamond 說 除了通過法治 中共是沒有辦法控制腐敗的 所以 中共還要將共產黨、黨國和司法機構 要分開 如果一分開 其實 就應該走向民主 一走向民主 中共 再不能夠維持控制司法 司法又獨立 又是一個 黨國體制又崩潰時 中共就應該是崩亡之人 Larry Diamond 說的 其實就是很呼應到2013年 習近平所要求的七筆講 其中最後一個講就是不能夠說司法獨立 現在香港就說沒有三權分立 其實就是香港想否定司法獨立 香港要有一個行政主導 行政主導就是特首 好像習一尊一樣 變成了林鄭一尊 即是說要獨裁 所以 立法機關將會變成了一個行政機關的附庸 那你還說什麼議會鬥爭 他要控制你 要將你變成了他的全身統的事 變成了他的 一個表現意志的政治工具的時候 香港立法會 還怎麼可能有 制止和有一個真正的獨立的 監察政權的作用 在2020至2021 香港立法會議員 即是民主派那方面 即是不要再跟建制派議員 即是所謂 這樣一個腦筋的水平 香港是一個警察黃雲的社會 是國安特務 隨便找人的社會 所有的民選的 泛民的立法會議員 你們都是他們的 專政目標 林卓廷你自己也說 做得議員一隻腳已經抱在監獄的門口 現在 經過這個國安法之後 兩隻腳都抱在監獄 是欠了你何時保釋 或者是否給你保釋 如果用國安法告你 連保釋的機會都可能沒有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個犯下反人類罪行的跨國犯罪集團 來操控香港的立法會 你還跟他玩這個遊戲 那你是不是變成 是不是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你是在同情 私藥者 民選的泛民議員 已經是受弱者了 你竟然同情了私藥者 是什麼世界 所以現在是進入泛式轉移的 香港政治的處境 什麼叫泛式轉移呢 就叫做Paradigm Shift 這個是1962年 一位很出名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家 這個婦恩 這個Thomas Samuel Kohn 所提出來的 她是一本書 當年這本傑作來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在裏面提出來一個Paradigm Shift 第一個所謂Paradigm Shift的例子 最好就是牛頓力學 這個1687年 就是牛頓力學 大家知道牛頓力學 就是來自蘋果 跌到地上 這個啟發了牛頓力學定律 這個第一個叫做Paradigm 牛頓 第二個Paradigm 可以說就是達爾文的泛式 剛才是牛頓泛式 牛頓力學 達爾文的泛式就是1859年 他的那本名著 《物種始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 那本書裏面 這就是第二種的泛式 可以說第一種泛式 牛頓定律 就是關於定量的科學研究 這個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去到達爾文 就轉入了定性的科學研究 就是quantita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這兩種泛式 大家看到今天已經進入了第三種泛式 第三種泛式就是我們的互聯網時代 這是另一個paradigm 荷蘭馬就不是一個理科的專才 在這方面 我只是按照研究院讀出來的一些理論 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政治 如果按照這個paradigm shift 今天已經完全脫離了1984年的 《中英聯合聲明》所說的一國兩制 當然1997年至2020年 這個一國兩制已經死亡了 因為有國安法之後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7月已經說了 香港一國兩制是no more的 就是說他要將香港 所以他有一些行政指令是 Normalization of Hong Kong 為什麼要Normalization 香港變成了普通的香港 香港是normal的Chinese city 例如廣州深圳 所以要將香港有一個Normalization Act 行政指令呢 就是要將香港的 所謂的特殊優惠 或者是獨立關稅區取消 美國也看到這個情況 為什麼民選的立法會 泛民議員看不到這個情況呢 還要和他根根的教議會抗爭 沒有啦 因為你一上訪 就說你傻的 瘋的 你一上街 就說你鬧事的 你一揭露就說你造謠的 你一喊口號 就像快必 一和你理論 就說你煽動 一批評就說你顛覆 你一維權 就說你抗法 你一反抗 就說你暴亂 你一抗爭 就說你暴動 和搞恐怖活動 共產黨還一直追問民眾 大家 幸不幸福啊 你們覺得 快不快樂啊 各位 尊貴的議員 活在這種時空裏面 你覺得 香港立法會 在2020年10月之後 你還可以免於恐懼的自由嗎 各位尊貴的議員 你沒有了免於恐懼自由 也沒有了立法會議員的 以往的言論的免責權 因為這些免責權 雖然是寫了議事規則 但是香港國安法 是凌駕香港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法律 包括立法會的議事規則 各位尊貴的議員 No more尊貴啦 因為這個是共產黨的政治工具 他就要進行專政香港 所以不要幻想 不要對議會有任何的寄望 因為他可以出到 這麼絕對的手段 攀佈一個 就是外國來說 完全是 Dracronian 的 即是說 這個是完全是一些惡法 是非常殘酷的 嚴酷的法例 已經是鐵了心 那為什麼各位議員 還不可以轉一下你的心 Paradigm Shift 出現了 不要再做夢了 你說過去那一年很多人上街做夢 各位議員 你也不要再做夢了 聰明一點 和民眾組在一起 民眾就是你的最舊的後盾 好 今天說到這裏 不厭其煩 也要說清楚 再沒有議會鬥爭 沒有議會陣線這回事 在2020年10月之後 所以 香港現在 在共產黨全面管治 即是等於全面淪陷的情況之下 各位 民間的力量就要興起的了 不變革就是革命的了 好 希望大家 喜歡廣傳媒的頻道 subscribe我們先啦 share啦 like啦 comment啦 希望得到大家多些的支持 令到 香港一些批判性的聲音 關乎香港的 民眾公共福祉的言論 能夠多些出現 多謝各位收看 今天講到這裏 拜拜